在2015年12月29日罗云社风箱演出中 老罗顺带手发布了锤丝年度重磅产品Smartin T2 T2外观延续了T1的设计 重量比T1轻了21克为146克 不过电池升级为2670毫安时 虽然大了180毫安时 但是并不支持快速充电 和T1一样 T2依旧采用由JDI提供的4.95英寸1080P全贴合屏幕 正面覆盖一块2.5D弧面工艺的第三代大行星玻璃 屏幕上下分别是锤子手机标志的听筒传感器一体化模块 前置摄像头和三枚长条条实体按键 中间的这枚实体按键这次还兼职电源键 之前机身顶部的圆形电源键已经被取消 现在顶部只剩下耳机接口和降噪麦克风 金属中控上甚至连白带都没有了 T2做到了真正的全金属边框 简洁的丧心病狂 两边的对称按键也大有玄机 右侧这个平常是一枚按键 只要用卡针捅一下就会变成SIM卡槽 不过这并不是锤子手创 类似的设计我们在去年的摩托拉拉Joy的Turbo上已经见过 没有了螺丝的扬声器看起来更加显洁 只是两个扬声器开口还是一只耳 只有右边可以发声 中间是一枚Macro USB接口 背面没什么好说的 依旧是R.5D弧面玻璃 锤子和Smartizen logo 令人惊讶的是T2的摄像头 主摄像头依旧使用1300万像素的索尼IMX RL4传感器 不过好在对焦和拍照想象速度都不错 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自拍时居然会有很细微的磨皮美颜功能 但是自拍照片色彩偏黄不够讨喜 除了T2 Smartizen OS 2.5也在发布会上亮相 新系统超过100项改进 搭配骁龙808处理器和3GB运存 在运行淘宝和微博的时候很流畅 没有出现卡钝 只是具体的改进功能 首先锤子手机终于能换壁纸了 虽然只是毛玻璃效果 但是看起来很和谐 总比没有强 录屏功能也被集成到系统中 下拉菜单即可开启 新增视频剪辑功能 可以剪辑1080p视频 GIF生成器 可以将视频生成长达6秒的GIF图片 发布会长着重介绍的远程协助功能 由于手上只有一台T2 所以暂时没有办法测试 T2有16GB和32GB两种容量可选 售价分别为2499和2599元 目前现货已经售庆 只接受全款预定 虽然T2也给了我们一些惊喜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又骄傲又慢的T2 并不是锤子今年真正的旗舰集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几个月 一定还有更加高端的机型发布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春季相声大会吧